是一支用来震煞的金龙 金龙震煞 我们改善道路的其中一个方案 竟然是放了一个装置艺术 这支龙的名字叫做 建龙在田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是网膜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内地消息 南投县路股香农会被爆出 在民国106年间 两度使用对岸的灾民币来发放 加班费给员工 而被质疑有国安问题 对此入股农会总干事赶紧调出来澄清 这些灾民币并非不乏所得 而是在大陆沦陷重灾区 卖茶叶的获利 没错 这80万的灾民币可以带回台湾自由地区 就是因为得到了贵人的帮助 要不是政府限制一次只能带2万灾民币进入自由地区 那还需要找旅游团帮忙 更何况利用灾民币发房加班费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入股农会的员工们对于这项创新 可说是非常乐意 没错灾民币除了币值比新台币高 也比新台币香 难怪大家都爱不释手 没有想到多管闲事的劳动部却不领情 透过新闻稿表示 劳基法明定 工资应该以法定通用货币给付 灾民币并不是法定通用货币 即便员工没有不满 仍属违法 这劳动部真是不接地气 这年头有这么多人喊着要去内地赚灾民币 而内地指的就是南投 所以在南投路股出现这种状况 可说是合情合理 请劳动部认清这个路股的事实 有的人很露骨 也有人很喜欢露毛 日前腹毛鸭肉的小老板 在关心外送员的体毛数量之后 遭到舆论踏发 甚至有小心眼的民众打电话检举 指控腹毛鸭肉的料理台 突出店外根本是露霸 这也让有关单位火速到 腹毛鸭肉店的店免稽查 还是会要求他做强硬的设备 比如说像灭火器 标示照免之类的 今天来第二次他还是没有营业 所以我们会再提一次检查通知 这消防单位真的是不通情理 腹毛鸭肉已经在网络上面 吃火炎上快要一个礼拜 你们不开消防车出来灭火就算了 还去查人家什么店 查什么查 难道他们现在加装灭火设备 就能够扑灭网络上蔓延的火势吗 不过网络上的火势之所以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也是因为这场大火的起火点不止一处 从事件爆发以来 脸书上就冒出了许多 以腹毛鸭肉为基础来命名的粉丝专页 以店家名义发表许多乐观的言论 像是没有熊猫还有UberEats 以及台湾人民很健忘 没有关系等等 而各大新闻台也不停引用这些粉专发表的言论 并且通通归功给毛奇哥 这些新闻不只替褹毛鸭肉打响名号 也让大家充沛的正义感得以伸张 没有想到这样的红到发紫的免费行销 褹毛鸭肉的店长却不愿意接受 有平面媒体就报道 褹毛鸭肉的小店长亲自表示 这些粉丝专业根本全部都不是他的 目前郑和律师研究是否要对这些粉丝专业提告 小气鬼 只不过是把店名借给别人 创几个粉专让媒体乱抄几篇新闻 有什么好提告的呢 而且这些言论得到的赞赏 通通都会跑到你身上 让褹毛的知名度大增 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 看完了炒鸭肉的新闻 接下来带您看看是炒猪肉的新闻 本月6号行政院长苏仁昌 前往知名的中式餐厅视察 并且顺便推广台湾猪的美味 演说技巧相当出色的苏院长 也使用了相当精妙的辟语 来让民众知道台湾猪的美好 现在我们台湾猪非常出名 将来会好像松板猪 神木柳 台湾猪会更受欢迎 说得真好 不料还是有许多刁民在挑苏院长的语病 说松板猪的松板这两个字 并不是指地名 而是指猪脖子的这个部位的肉 这些刁民就是啰嗦 这种冷屁的知识又不是常识 毕竟连智商高达157的临时偏安首都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不晓得 我昨一晚上才知道松板猪不是地名 我以前也不知道 其实两位会搞不清楚 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坊间也有很多的民众以为 地狱咖喱就是从地狱来的 或是误会韩国鱼就是从韩国来的鱼 甚至还有人完全相信天津饭就是来自天津的一道米饭料理 所以用松板猪来期许台湾猪也不是什么严重的口误 不过在开放莱猪进口之后 有些店家把改用台湾猪当作借口趁机调涨价格 面对这样的行为 台南市长黄伟哲跳出来重炮批评 你今天不可以睡觉 他说什么 国难财 对他说国难财 黄伟哲市长可是我国制造公关灾难的专家 既然连他都这么说了 那么莱猪进口绝对是我国的灾难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但是有国难也没有关系 咱们中国人讲究风水改运 如果想要改运解围 可以参考我们的邻国苗栗国 本月五号苗栗国的五档级国大代表曾文学 透过影片表示 苗栗市公所为了减少车祸事故 想了这个方法来震煞 大家知道这只龙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这是一只用来震煞的金龙 金龙震煞 我们改善道路的其中一个方案竟然是放了一个装置艺术 那听水生说在整个苗栗其实总共有四只龙 那这只龙的名字叫做 建龙在天 接着我在围攻路口找到第二座金色的龙 飞龙在天伏必万民 第三只呢我们在龟山大桥这边找到龙藤猫里 那这边呢镇守的是苗栗的南边 南边的入口 在文发路金国路口我们找到了第四个龙 他叫做九里化龙 富佑猫里 那大家可以看到九条鲤鱼攀升往上 然后手里握着龙珠 是的 只要放四条金龙就可以减少车祸的事故 苗栗果真的是很棒呢 而且一条龙的造价才471万台币 这CP值可说是非常的高 你去木炸动物园可以看到龙吗 当然看不到没有关系现在出国到苗栗一次可以看四条 镇煞又有观光行销的效果 值得其他现实多多仿效 像是台北就可以考虑放一座央行总裁杨金龙 而新北也可以放一座职棒球员胡金龙 美观又可以带来好运呢 而有了金龙保佑之后 苗栗果的好运似乎还北漂庇佑到了北方的新竹 新竹县政府这一次睽違六年举办跨年晚会 特别准备了电动机车和汽车当作摩采活动的大奖 也请到国与党立委林思敏来抽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谁会是这六年来新竹县 唯一的第一位幸运得主 公平公正公开哦 真的 我们拉久一点没关系哦 拉拉拉拉 我们先抽相次再抽哪一位幸运儿 那都五点站到这尊耶 来了 来 来我来唱名 直接直接来了 太紧张了 第一台狗狗肉 一二七零七八 林增堂 咳 小 林增堂 是计员吗 哦在那边什么在那边 恭喜恭喜 恭喜 太开心了吧 手舞足蹈的 有没有 國瑜党立委抽奖 國瑜党议员就中了二奖 相信这一定只是巧合 因为轮到宪战夫人抽奖的时候 更巧合的事情发生了 夫人的御守 皇上二三就丢了 拉拉拉拉拉拉拉 如果你正在发动摩托车的 赶快洗火回到现场好不好 好 到底會是誰呢 好咧 五號 我們要恭喜這位獲得車子的朋友 也是淑北市 淑北市 華爾街 詹秀麗 誰誰誰 他人在現場啊 是你喔 詹秀麗嗎 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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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葉明 鄭森 等一下 這個真的是他嗎 OK 真的是他 你看看這個人 真的是他 真的是張秀麗沒有錯 我們恭喜張秀麗 恭喜 網友在事後踢爆 原來縣長認得的這位投獎得主張秀麗 就是另一位國與黨議員陳凱榮的夫人 所以二獎由立委抽到同黨議員 投獎由縣長夫人抽到議員夫人 想必是因為當天的手氣比天氣還要好啊 相信這些好手氣的立委和議員 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呢 抽候選人號次也可以直接一抽 就直接抽到當選 連選都不用選了 相較之下 新北市政府振興168活動的最後一場抽獎 就非常的無聊 本月六號 新北市長侯友宜親自抽出投獎 電動車一台還差點找不到得獎者 但最後卻與待選機 一號 二 沒問題喔 市長說出來的最後一項 休息結 轉接雲 轉接雲 一號 根據我側面的了解 應該在上課中不能接電話 練書嘛 上課不能接電話 那後來再度聯繫到 他也把演員講得非常清楚 這絕對是獲真價值 在新北消費的鄭小妹妹的獎 看到新竹縣充滿巧合的抽獎結果 侯市長特別強調他們新北的抽獎 是獲真價實 完全不留情面的嘲諷同黨的現實 顯然是在嫉妒新竹縣的好運氣 不過平常抽獎摸彩可以伸手隨便亂抓 想不到香港的赤匪與黑警們 居然也是用這種方式 隨便的抓捕港人 在本月六號清晨 香港黑警動員數千名警力逮捕 包含前立法會議員的53位民主派人士 其中有些人不過是好端端的待在家中 就被抓走了 而根據香港黑警保安局局長的說法 會逮捕這一批人 是因為他們去年在立法會選舉時 曾經試圖要執行一個歹毒的計劃 原來所謂的歹毒計劃就是其次超過35席 參選拼過版 像這種在我國台灣自由地區西松平常 每兩年就會喊一次的口號 居然也能夠被稱為歹毒 真是荒謬至極 奉勸是非好好的想一想 當你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對你很歹毒的時候 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別人真的很歹毒 另一個可能就是 您本人才是地球上真正歹毒的 會瘋狂散播病毒的人類毒瘤 好的本節新聞內容就是這樣 請所有觀眾看完之後 立即開始本來的YouTube 按小鈴鐺 更多新聞您還可以訂閱央視的YouTube頻道 或者追蹤央視 IG 帳號 或是加入本台的 YouTube 會員 一起來壯大官媒 包括 Facebook 及 Twitter 當中 歡迎大家一起來追蹤 還有沈世佑的 IG 帳號 是我們 IG 帳號 引入 IG 帳號 黃班部以及丹鳳爺的 IG 帳號 都可以一起來追蹤 如果有訂閱後追蹤的人 就會在尾牙被抽到頭獎的時候 因為意想不到的原因 人不在現場喪失領獎資格 再見